我是为了最希望的 你能够幸福 对于我来说 这就够了 我 就是她男朋友 当初那些温柔 我和你手牵手 说要一起 走到最后 你说大骗子 我说我们已经结束了 啊 啊 启云 我们都累了 却没办法往回走 嫁给我 怎么说 怎么说都没有救 你就是故意的对方 小学妹 你怎么会练死啊 想分开的理由 我让你别说多了 我让你别说多了 错了太久 没人记得 当初那些温柔 我和你手牵手 说要一起 走到最后 除了对不起 我可以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这就是幸福 我来 你快点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普通朋友一块儿回家呀 多长时间了 不是 你说的跟真事的 什么多长时间了 人家就是普通朋友 还有啊 你把你那破嘴给我闭嘟啊 别到处勒勒去 尤其是跟赵新门 听见没有 我知道了 我嘴那么烟 静静啊 我记得你说你家在外地 那你住校的话 可以天天往外跑吗 我住我姑姑家 以后别再这么晚出来了 早几个小时回家 路上暗闭的洞 你不喜欢跟我一块儿走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姑姑不在海城 我住校 我住校 那你每天往外跑 何必呢 你是真的不明白吗 我每天大晚上地跑回来 再跑回学校翻墙回去 就是为了跟你走这一段 我每天都在盼这个时候 都在可是我 祈渭 我喜欢你 姑娘 我已经结婚了 行了 这话就说到这吧 我当你没说过 你别走 别丢下我不管 静静啊 你是个好姑娘 你还年轻 你有大好的将来 听我一句 将来找一个对的人 谈一场健康的恋爱 你别再来找我了 逛了半天了 哪有什么好货啊 每家都差不多 都是七八年前的老款式 调得还不好 这个不错啊 你看 面料都行 老板 你好 有没有像这种款式新一点 面料又好的货呀 有啊 你要拿多少 你给我来个五件十件的吧 那么少 没有 老板 你刚才的意思明明就是有 怎么又没有了 你就拿这么几件 而且又要好货 我们好货都是往上场送的 而且拿过来又那么贵 你要拿的话就拿这些吧 这个比较便宜 好吧 其他的没有 老板 那不就卖 装什么大衣服了啊 我们工厂接的可都是国外的单子 什么好货没见过啊 仓库里还有一大堆呢 舒容 有了 我们仓库还有不少货呢 那可都是国外的订单 你也知道 每次验货都有一大批瑕疵品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的瑕疵 无非就是有个黑点 走线有点歪 把这些货拿出来卖 那肯定火啊 你想 国外的货再不计也是好工好料的 到了市面上 那就是潮流 那还不是随便标价随便卖 到时候你还用得着看这些人的脸色 你说得简单 那些货哪那么好容易弄啊 现在厂子不景气 那些货能处理就处理了 放着也是涨没占地方 我跟厂长提一提肯定成啊 你就出一笔钱 把库存货全包圆了 到时候放您的摊上卖 那指定抢啊 你这厨艺不错啊 那这事就靠你了 行 没问题 走了走了 帮帮 这几件先别挂了 紫薄和赵达他们拿新款 我们拿一花片去 好好好 叔 我有一件事想不想知道 你说呗 反正我问不问你都得说 昨天晚上我去舞厅 你猜我看见谁了 看到谁啊 我看见齐伟和一个小姑娘在里面 他们一块回家了 很亲密的样子 可能就是顺路 别听风就是雨的 什么顺路呀 我听老三说了 好几天了 你说 真是苍天有眼啊 都用不着你来收拾赵新梅 自由后来人 咱们俩啊 就搬个小板凳 看戏好了 我跟你说啊 你还不了解实际情况 你别瞎说 回头又给齐伟找麻烦了 你说你 你就是活该受欺负 你都没工作了 在这儿撂摊 还想着齐伟呢 齐伟怎么不想着你呢 赵新梅来了 别乱说话啊 看老娘兴趣 我周末在家也没什么事儿 就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 这个是要拆的吧 别动 放下放下 别添乱了 好 走 树荣啊 我就想问一下 我上回来的时候 觉得你身上那个香水味特好闻 我想问你在哪儿买的那个香水 你从来不喝香水的 好 新货到了啊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不错啊 这些不是厂里的衣服吗 是啊 那这属于厂里的公共财产 你们怎么能拿出来当街卖呢 就是来会遇上你这种人 我跟你说啊 这是厂长批过的 树荣也是花了钱的 就叫汤厂里处理下次滞销产品 我还等着年底拿奖金吗 来 这边多少钱啊 这边啊 算三十 你看怎么样 三十啊 这个称的肯定人特别大 真的 对 这两件 好啊好啊 这两件是 这个这个 你稍等一下啊 好的 那麻烦你帮我包起来 好好的 怎么 脸红了 你别脸红这些 哎呀 家里后院都着火了 你还有闲工夫出来溜达呀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后院起火呀 哎呀 这事吧 就是树荣不让我告诉你 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那这你让我说的啊 说 你要这些天的没事 就去舞厅里看看吧 会有收获 我说我们这好多都是新款 你看这个 对对对对 哎 觉得怎么样这个 这个 那我给你点吧这个 好吧好吧 好 这个是树荣业 四十一件 这个两件八十块钱 怎么样好吧 走走走走 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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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走 就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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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叫金晶 一个常来舞厅玩的女孩 舞蹈学院的 你要是挺想认识 改天我介绍 我介绍你们认识 你还真是坦担从宽呢 你不要以为现在装作一副清清白白的样子 我就相信你们俩之间什么事都没有 要真是没什么事 你们俩会那么亲密地走在一块啊 今天是最后一次了 不会再有了 你只需要相信我就够了 那好 你发誓 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还是不敢发誓是吧 你就是金晶啊 我是啊 我就是齐伟的妻子 我来找你是为了什么 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我就是想当面地告诉你 不要总惦记着别人家的老公 那是别人家的不是你的 父母供你读书不容易 千万不要做任何 让他们觉得丢脸的事情 明白吗 你就是欣梅姐吧 别叫我姐 谁是你姐啊 我不吃这套 姐 你是不是误会了 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不想听 我为什么要听一个第三者跟我来解释呢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昨天晚上你们在一块我都看见了 你跟踪我们了 我下楼去接我的老公算什么跟踪呢 晶晶啊 我劝你也劝你 你现在年纪还小就该好好读书 如果非想谈一场恋爱呢 你就应该找一个优秀的男孩 谈一场光明正大的恋爱 而不是去抢一个有父之父 我是想跟你抢 但是我知道我抢不走 他每天张口闭口的全是你 一个人他爱谁 他就会想要在谁的身边 抢是一点用都没有到 不过现在我也不想抢了 能见证你们这对爱情传奇 我也觉得挺幸福的 我都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爱情传奇 你们的故事奇尾都告诉我了 就是昨天晚上 你看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你们的故事 就是为了让我知道 他是不会离开你的 让我知难而退 对 我都明白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比电影里还有震撼的爱情故事 就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我也明白了我自己的分量 在你们的爱情面前 我什么都不是 非常好 其为 她昨天晚上真是这么跟你说的 欣美姐你知道吗 在我心目中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你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你 也有可能是受到伤害最多的恋爱 爱有多深 痛苦有多深 什么意思 你不用明白是什么意思 姐现在明白了 尽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你会找到一个好男人的 好 叔叔 怎么这么早就收了 这也没生意啊收拾收拾吧 天意老婆爸 人都不愿出门溜的 生意少点当然正好 也不能一直都这样啊 得给自己想想办法 干点别的呀我 我 换好了 叔叔 带你去个地儿去 去哪儿啊 都跟我来 这把东西放 这把东西放 我把这个厕所锁了 店铺转让 看看 叔叔 这个店铺我研究过 在这条街上地理位置特别好 而且前半好几个工厂 下班以后人都得从这儿过 你看这门亮了 亮头显眼里边我也看过 收拾收拾肯定能有个模样 好 怎么样 叔叔 这个给多少钱啊 这个怎么也得四五万吧 怎么了 算了吧 为什么 没那么多钱啊 叔叔 钱不是问题 这不是还有我的吗 这不是还有我的吗 还没那么多钱 还没那么多钱 你可以 寻找是 你们不再开心 就算了 我还没那么多钱 你来 还没那么多钱 欢迎 我们去哪儿 尽管 我们自己都要 س绳 哇 比较 几个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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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喜欢吗 特别喜欢 好看啊 好看 四季好看还是人好看 人更好看 你觉不觉得老夫老妻了 你突然夸我我都觉得有点 受不了 真挺好看的啊 真挺好看的啊 你要看啥了 吃饭吃饭 来 小郑 你给我拿两万就够真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兄弟 我是实在是没钱 我女工一家要买新房子 钱都给她了 等等等等 你给我拿一 等等等等 兄弟 有钱还能不借给你吗 要不 你去问别人看看 我都跑遍了 要不就是家里没钱 那家里有钱呢 也都有用 现在大家都手头捡 买房的买房 要不然又下海做生意了 不说了不说了 我得上去 我老婆孩子还等着我吃饭呢 兄弟 这是真的对不住了 没事 媳妇 我想起一个故事来 这个故事讲的 是一对很恩爱的小夫妻 他们两个人过着 简简单单的 幸福的小日子 有一年圣诞节 妻子想送给丈夫一个礼物 因为她的丈夫 有一块祖传的怀表 妻子呢 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她想给丈夫买一根金表链 配上 可是家里没有钱 于是妻子就选择 卖掉了自己那一头 乌黑亮丽的长发 给她的丈夫买了那根金表链 可就在那一天 她的丈夫卖掉了那块金块表 给她的妻子买了一套 特别漂亮的发书 一整套发书 于是就悲剧了 他们两个人精心准备的礼物 都没了用处 可是 他们两个人却收获了 比这份礼物更珍贵的 无价值宝 爱 说得真好 我们两个也要像他们一样 一直恩爱下去 那天怪我啊 我不该那么着急地跟你喊 我找人错误了 等老夫老妻了 这么多年了 我不知道你脾气怎么样啊 没事 干杯 我去看问 赵子柏 你来得刚好 一块喝一杯 来 姐 自宝来了 这 你们这不方便吧 没事没事没事 来来来坐 我吃了 我就不做了 那个七伟 咱上外边出去 去吧 有事啊 行 行 行什么呀 有事就在家里说呗 还把我当外人了 说吧 其实也没什么事 我就是 来借点钱 多少 三万 行没有 你去给子某拿 谢谢谢谢 哥 你借钱干吗呀 新北你就甭问问 我借钱肯定是有金用 我知道 这钱又不是个小数目 问问总行吗 新北呀 你怎么要用钱肯定 肯定有它的用处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嗯 我不问我也知道 来帮谁姐姐 我哥只会为一个人的事 这么着急 为他借钱还必须背着我 那这个人就得是牛树荣了呗 我猜对了吧 你看看 新北 我实在是没辙了才来找你们 那树荣确实遇到难处了 天这么冷根本就没生意 现在看着个商铺 钱又不够 我真是借了一圈了 我也没借着 我这要不是没办法了 真不来找你们 赵紫波你能不能清醒点啊 牛树荣有难处了 你就背着我偷偷找齐伟借钱 这算怎么回事 你嫌还不够乱吗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哥 我一猜就是 让你知道了肯定不借 我当然不借了 我借谁都不会借给他 好 你们都不借 那树荣怎么办 就眼看着树荣就垮了 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了 谁把他往火坑里推了 是他自己当初犯了错误 自己觉得没脸 才从厂里出来的 这关我们什么事啊 现在 我知道你们俩 有过节 我这要不是谁家都没介绍 我犯得上来找你吗 哥 还是那句话 过节 不过我都快被你感动坏了 就算了 患难见真情 牛叔荣誉这难处了 这关键时刻 还真能看得出 哪个男人对他是真心真意的 齐飞 齐飞 你帮我去 小胖 小胖 你在这儿别说问问去吧 齐飞 你要是后悔了还来得及 我愿意把钱借给牛叔 不 不会 我怎么会后悔呢 你都已经做了决定了 那我就无条件支持啊 你放心 你说不借 就不借 齐飞啊 就算你 你 你跟全世界作对 我也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 是他们都跟我为敌 对 是他们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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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这个就说好了 合同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我就觉得特别好 那就好 来了 这 租下来了 租下来了 合同我多钱了你看看 你们住在这边啊 算你们很有眼光 之前的佛装店 也发达了 现在搬到大厂厂里面去了 所以你以后不要担心 你发不了财 那行 那我已经走了 由此打我电话 好 好 拜拜 谢谢辛苦了老板 叔叔 这钱哪儿来的 不是你给我的吗 我没有啊 一大早遇老三就来了 说是你管他借的钱呀 不是我压根就没找老三 我接了一圈也没接上 我这儿正发愁怎么跟你说呢 不会吧 应该是齐伟 你不是说是这样听我说的 你等会儿 齐伟 这钱是齐伟的 他怎么知道我要有钱 他说了 我还是怎么说呢 我实在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就想到齐伟了 然后我去他们家找他吧 心梅也在 反正当时是没借 我还特别满意他怎么不帮忙 那看来是我错怪他 他肯定是否去找他老三 借钱你拿回去吧 叔叔 别人听我说 借钱特别难 而且齐伟也属于好心 就别犯觉 我当初离开场子 就是不想跟赵心梅还有她 再有任何瓜葛 就算我这个店开不了了 我也不会用他的钱 拿回去吧 妈 妈 爸他又翻病了 你爸这病啊 是一天不如一天哪 医生怎么说呀 还能怎么说 吃药 养着呗 你哥哥 你哥哥 我好心里 都没什么消息 你呢 忙自己的事情 还忙不过来呢 我能指望谁呢 宝贝儿 宝贝儿 有时间 就回来看看我们啊 对了 你哥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没有 我就是想你们了 想你们就回来看看你们 好 我现在我也顾不上你了 不过 你要有什么需要 你就回来告诉妈妈 好 你放心吧 我挺好的 好 你放那儿吧 别管 你都我来收啊 先回去吧 你爸爸他 你爸爸他 也准备睡觉了 别管了 别管了啊 哎我都不想要 你爸爸 你爸爸 我 conhe宝贝儿 你爸 你爸 不认识了 比如跟你爸 你们你爸 你爸 我没开口 那为什么呀 你没有看到我爸 他都病成那样了 我妈还要每天照顾他 已经很吃力了 我为人子女 不可以让我的父母享清福 还要跟他们开口要钱 我开不了这个口 我明白 初荣 你说现在这钱的事 这么困难重重的 要我说 在之前放那些不干了 凭什么不干 我再不赌一把 这辈子就真的没有指望了 行 你有细心是好事 我再想办法帮你筹钱 钱我有着了吗 这么着了 我还有一套房子 就是跟秦伟结婚的那一套 我拿去抵押就不行 初荣 这房子是你最后的保证 不行绝对不行 难道我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 初荣 你想过万一这生意要没做成 你就什么都没了 我这样总比抱着房子混吃等死要好吧 我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 我还怕什么 我一定要再赌一把 我要赌一把 就算是输 我也赌 我相信你说 好气派呀 你今天是大老板了 太熟了 你好好干啊 我后厂的效益不行了 我出来跟着你干 那你还不赶紧 八戒八戒牛叔喽 是是是 那必须买两件 吃吃吃吃啊 不行啊 你们能来我特别高兴 来 先去看看 开始要送你们啊 真的啊 大家多来看一看 新年开张啊 好 选择 眼光可以啊 好气派哦 随便看看 随便看 对啊 你真这么大方呀 你要送给我啊 开上几件 我送你几件 真的啊 杜芳 你真好意思啊 那书荣刚刚开张不容易 你还贪便宜上女了 我就随便说说 赵新梅呢 怎么没来 不知道啊 她说中午有事 有事 我看呢 她是看我们书荣这生意做大了 她嫉妒 挑不挑 不挑就不送了 挑挑挑挑 你要给钱啊 姐姐好看 我看啊 老三肯定喜欢啊 她懂什么呀 那我试试去啊 她看起来 这样的样子 好 谢谢 惊喜 来 eng 五号桌子 老大 我跟你说件事啊 那个钱叔叔给退了 你也甭操心了 我媳妇跟我说了 说他要开一个什么服装店 人还挺开心的 他那个钱挺难的 房屋抵押银行贷的款 我把房子给抵押了 也好 那套老房子没什么好回忆 抵押就抵押了 哥 你知道咱们这伙人 为什么都管你叫哥吗 就是你太愿意管事了 把谁的事都当成你自己的事 又给自己添麻烦 办完了大家都不留你钱 行了 你该干吗干吗去吧 少在这儿给我换吉他 往哪儿改啊 不过我觉得啊 我挺服输的 行时不怎么之声 一干起大事 有魄力 老爷们都不敢把房子抵押给银行 人家敢 我看他这把 能成 真的 赶紧赶紧姐妹赶紧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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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们先进去坐啊 啤酒 啤酒 好 少喝点啊 找小眠儿呢 平时我让你少喝点 你怎么拿那么多话举我呢 她这一说 乖乖女的啊 小眠儿呢 找死了 别别别 你别让我多活两年吧 你们聊着啊 走来啦 衣服挺好看啊 是吗 太好了 那我以后经常穿 平时你们这些小姑娘 都上哪儿买衣服啊 就那些市场小店 大商场别不吃了 太贵了 买不起 我那天路过 正好看着我一家小店 新开张 挺好的 衣服好看 是吗 那你赶紧把那地址给我呗 我正愁没地方买衣服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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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心 只能读到九尾 他们根本就不�ен造我的想法 是吗 我 Enlight Eg encounters 我一近只老 Edison 一个夜子 还不是 主顾了 对 masks 你 来 不要小声 世界上不知赵欣梅一个女人 我从来就没有听起过爱你啊 我已经结婚了 你什么人想到你 你这么自私